已經知道位置在哪裏 是不是知道肩膀在哪 胸在哪 臀圍在哪 那我就可以直接畫 假設我今天選這個 那脖子就在這裏 先畫動態 那肩膀素在這裏 那胸部素在這裏 那看他這隻手 會在這裏 你可以超過碰到他 沒關係 當然會這個位置 你看這樣是不是已經 我是畫這個隻了 你看他是不是已經知道位置在哪裏 然後只是加了手臂 那我接下來就畫肌肉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位置 就不用重量,因為已經知道位置在哪裏 這裏就直接學他畫這個 無頭的 脖子 然後肩膀 然後肩膀 我素說這邊幾公分,肩膀就一樣 有沒有看到,素一樣 好 所以這邊4公分,這邊就4公分 先等一下手臂 最後畫,先畫身體 先把身體 先把身體先抓出來 這是他的上衣 你看他如果身體已經出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才是手 先畫這個,這最好畫 先躲在後面 先讓他在後面 主要是這裏 主要是這裏我要講一下這裏要怎麼畫 這樣OK 那你看我素手在這裏 先看這裏 先這個不要看 因為這我先畫個動態給他 我先畫這隻手的位置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不會畫畫這個 就是因為 他不知道是這樣畫 先這樣畫 先不要畫裡面的手指 先畫他的方向 你看我素手指的位置 我的手位置在這裏 手在這個位置 那我這怎麼畫呢 有些人中間畫這個 然後手就越畫 素越畫越不到位置在哪裡 他就怎麼畫 所以我只要手臂在這裏 然後手出在這裏 仔細看喔 是倒著畫 不是這樣畫下來 是這樣畫 有沒有看到 畫這個地方 倒著畫 這是關鍵 你不要這樣畫下來 倒著畫這樣 先過來 仔細看我再慢一點 先過來 你看我素知道位置 一個在這邊有沒有 一個素在這邊 我倒著畫 我不是這樣畫 我是倒著畫 先過來再上 這樣懂意思哈 這樣懂意思哈